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北京维权人士 沟洪国星期五上午 被天津法院判处监禁三年 缓刑三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官方媒体报道称 沟洪国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不会提出上诉 沟洪国是一名社会活动人士 近年来一直关注弱势群体 积极从事人权活动 倡导民主自由思想 2015年7月10号 沟洪国被天津市警方从北京家中带走 之后被天津警方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 裁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他的罪名后来改为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